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徐荣江 中二选区的冬瓜餐活动buffet 经过媒体连日来的追踪报道 台中地检署昨天上午约谈四位里长 以及22名参加里名道案说明 讯后全部请回 严宽恒上午痛批剪掉 大动作约谈是欺人太胜 压人取贡 让民众误以为严宽恒的炒米粉 被抓到汇选 让支持者心生畏惧 按照严宽恒的逻辑 检调不能调查 要让乡亲尽情地吃 是这样吗 而且冬瓜餐只有炒米粉吗 这两天大家都看到菜色了 烧酒鸡 炸鲑鱼 焢肉 炒虾等等 这些菜没有超过30元吗 什么叫检调欺人太胜 还是颜宽恒心虚怕被查出来吗 因为里长公称是自掏腰包 或地方人士赞助 这一套说辞敢说会通 国民党说绿色恐怖笼罩中二选区 检调不能成为执政党的工具 但是2018的市长选举 林佳龙的黎衫参会 也是被蓝军检举调查 那为什么冬瓜餐就不能调查呢 中二选区有绿色恐怖吗 还是颜家更恐怖呢 连卢秀燕刚选上市长都要说全力配合 现在817豪华招待所拆除倒数 是市府去拆还是颜家自己拆呢 这块公保地即使招待所拆光 颜家还是赚翻哦 因为地价已经从2000万涨到1.5亿 为什么颜家眼光这么精准 当初卖给颜家的地主不是很亏吗 尤其市地重化 有许多建设公司 颜家都有投资 颜家的消息这么灵通吗 而且为什么要让颜家投资呢 所谓的圈地运动 是透过什么样的方法获得利益呢 那这是颜宽恒有这么多土地的原因吗 颜宽恒说的土地正义 原来是他的土地利益吗 最新选情发展 今天我们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将好 大家好 再是民进党台中市议员林大宇 中将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李正浩 大家好 在自论媒体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 中二选区最近吃得很开心的冬瓜餐 在减紧掉昨天约谈四名里长 以及二十二名李明 调查资金来源 颜宽恒就痛批啊 欺人太胜 押人取贡 但林静也说 餐食的资金来源 检调本来就该查 选区内神秘说明会 澎湃餐食 网红直击 每场都看得到颜宽恒身影 引发联想 二号检调约谈 主办的四名里长 以及参与的李明 厘清是否涉及汇选 检调的大动作 这种欺人太胜 然后呢 压人取贡 用这些疲劳轰炸 那造成寒蝉效应 是不是政治侦办呢 这是大家的疑惑 这种不对等的资源 到底是来自于 什么样的资金 以及这样子的资金 为什么可以无限制的供应 我想是台中市的 所有选民 还有其他地方的民众 对于这件事情 最大的关心 林静怡直指餐食资金 到底哪来的 检调确实有必要调查 而颜宽恒则替相亲喊冤 公布监视器画面 帮里长们抱不平 那我们对于这样子 感觉到非常的心疼 炒米粉就是地方小吃 就是一个地方文化 这个地方的政治文化 如果没有改变 会让多数的年轻人 跟一般的市民觉得 有非常严重的资源 不对等的状况 好我们看到中国选区的冬瓜餐会 这个因为菜色太澎湃 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 那检调终于是大阵仗的去查会 那我们也看到 这些菜色从这连日来 有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颜宽恒今天也罕见了 痛批检方 欺人太胜 压人取贡 先讲瑞德哥 按照这个颜宽恒的逻辑 难道这些菜色不该查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颜宽恒可以凌驾到 我们的检调单位之上 什么意思呢 有他决定 到底要怎么做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非常的讶异 为什么呢 因为检调遇到 那么外界对所谓的会选 那么有疑虑的 是否涉及会选的相关的参会 是有疑虑的问题的话 是不是应该去办 应该去办才对嘛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像这个3Q这个陈柏维 在被罢免投票前三个礼拜的 所谓赌盘 我们一直不解的是 台中市警察局 为什么没有严厉去查查 最后到最后一个礼拜 立法院人家执询 立法委员执询了以后 中央打下来 锤子钉下来以后 他们才去查了几十个 所谓的空中博弈网站 那么或者是上博弈网站 或者是这个六合宰 冲数码 我们就不懂啊 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查 那么现在呢 去查是好事 为什么呢 去查了以后呢 如果是清白的 还人家清白啊 如果是有会选疑虑的话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不管蓝绿都要办 那我不懂的是 这个袁宽环为什么反弹这么大 对 那既然 既然是人家邀请你了 既然是 不是跟你没关系的 钱去出钱的 那么既然是不设会选 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约谈以后还不是请回 四个理事长 二个这个等于李明 还不是请回 讯后请回了嘛 没有错嘛 请回他又不是给他 这个收押 也不是给他交保 也不是给他有这个强制作为嘛 都没有嘛 那么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查清楚啊 他如果不查清楚 剪掉才失职 是不是 因为大家都怀疑嘛 那另外的部分就是说 插米粉 炒米粉当然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啊 相关中选会都已经有做过 如果只是单纯的炒米粉 或者单纯的这个 冠丸汤 这个OK的 对这两样没问题 这是OK的 在很多地方 中南部也好 还是很多的这个 桃竹苗也好 这样的 这样的所谓的说明会啦 还是证件发表会啦 这样的配备是大家 只要一下 有时候比较冷 吃一下烧汤 OK嘛 他也没有超过 这个所谓 三十元法定会选的 这个门槛嘛 可问题是 是单纯的这个炒米粉 跟单纯的共和汤吗 不是吧 你看印第大地所 公布出来的 我给你问你嘛 如果有炒米粉 如果有滤白菜 如果有烟墙 烟钱 那如果有这个 什么 烘嘛 喊不当当 全部加起来 我跟你说 最近刚才 很多东西都在弄嘛 对吧 自助餐 随便大家去自助餐 买个烘嘛 买个白菜烙 买个烟墙 全部加钱要多少钱 你不用消费啊 你去出一间自助餐 吃看看就知道了嘛 还要消费吗 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除此之外呢 到底这个金钱金流 是怎么来的 对 如果是 这个请大家 大家都来 所有候选人都邀请 大家都来 我没有意见 那如果是邀请特定候选人 那当然就会起人移动嘛 还有就是 那么你特定人说 是他跟谁热心人 是这样出的嘛 然后呢 跟这个严家没关系 那你怕什么 那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还是说支持你的人 就有法律豁免权 他们就拥有法律不能碰触 那严宽永讲了一个说 可以用传唤通知书 不一定要人去 人 办警察办案 还是检察官办案 不需要你指挥啦 你知道吗 不需要你指导 到底要怎么做啦 只要他符合法律的要件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而且 他们一直在扯这个什么 林嘉隆的那个 离山的餐会嘛 林嘉隆的离山餐会 如果设计会请 请问一下为什么不起诉 为什么权案是这样处理的嘛 那林嘉隆这个案件 表示有人去检举 所以检察官进行侦办 这是对的 因为有人检举了嘛 有这个餐会嘛 但是检举了以后发现 那是一个内部的一个 相关的这个等于聚会 一个餐会 有造册的 有相关人等的 跟这个选举没有关系的 所以最后还是给你不起诉嘛 那你为什么硬要把他这个 什么他们吃饭的东西呢 还是故意去强调说 他的菜色怎么样呢 然后再说影色 他是会选 他如果是会选 他为什么没起诉呢 那如果你认为当时不起诉 是有问题的 那你再去检举嘛 对不对 你用法律对法律 我跟你讲目标是一样的 还有这种感恩餐会 过去国民党没有办过吗 国民党单单在这个 等于说桃园就办过两次嘛 两次也都是被检举嘛 两次被检举的时候 国民党也是同样的一个说法 是说这个是感恩餐会 对不对 这是感恩嘛 感恩餐会 不是这个选举的场合 也不是召集 这个不特定的人 故意来吃嘛 其中一次还蛮高层的 还蛮高层最后判无罪 无罪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那个是跟自工有关系 清洁自工有关系的嘛 然后最后判无罪的理由是 因为每年都办 因为每年都办 然后没有特定的 这个什么候选人的 什么标志的宣传 还有有的没都没嘛 所以后来判无罪嘛 我问你啊 如果有人检举 你不去了解 不去侦办 不去传唤 那还不去约谈 那你才有失职嘛 对 我告诉你 你以为 那么检调当委办这样的案子 这样子去约谈 这个等于说 吃得这么澎湃 然后就违法吗 就不能这样做 这办有过分吗 我告诉你 过去办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你 现在还客气呢 现在办会选太客气了 过去发生在桃园 一起 这个血淋淋的案件 活生生赤裸裸的案件 是什么 检察官办在选举期间的汇选案 那检察官究竟带了十几名 被指汇选的相关人马 把他带到桃园的巴德分局 就警察局的场所要问笔录 那检察官觉得很奇怪 那怎么楼上闹哄哄的是干什么 你知道吗 楼上就很热闹嘛 闹哄哄的 检察官就好奇 他是把人带进来 要办汇选 他好奇上去以后 哇 你要划冻算 你要划冻算 欧式自助餐 欧式自助餐 那有一个现议员的候选人 然后呢 警察局分局长也在 然后分局长在巴德分局嘛 对不对 因为巴德分局是他的嘛 然后呢 警戒二来 包括这个等于说 下面台下的志工 然后划冻算 检察官认为 这太离谱了 检察官当场就把四位志工的干部 当场做笔录 最后还约谈这个巴德分局长 跟四个派所所长 要查有没有相关的这个 等于说 利用警察单位的礼堂 来进行这个参会 然后有没有涉及会选 那大家都喊冤啊 为什么 所以大家都喊冤就是 我们都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志工的参会嘛 但是都没有提到任何选举有关 是要结束的时候 到门口大家结束 突然间有人起哄话底的动算 因为里面有个候选人啊 就化解动算 你看做笔录 然后把分局长 大概是台湾第一起 检察官追查会训案 把人带到警察局 当场查获 当场办 分局长跟这个 传唤四个拍手 当然这件事情后来就没事了 查清楚就OK了 但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嘛 那表示以前的检察官 检察官办相关敏感案件 人家动作是这么大 我问你嘛 那如果这个检察官的办案的这个动作这么大 那么迅速那么及时 对不对 如果这是出现在海线二区的话 我的天啊 按照颜框的标准 那这个检察官就十二不设啦 就不可以这样做 不是的 如果有 就查清楚 一个都不要放过 金流是什么来的 为什么有人愿意自己出钱来帮 帮你招待这么多的东西嘛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单纯的 插逼混 单纯的这个所谓的共产当 你看 这个阴地大地的那个相关新闻出去又 有没有差 有啊 最近菜色就变樸素啦 对不对 那我问你呢 就是有差嘛 所以呢 既然有差 那我问你为什么有差 因为就是怕被人家来认为说跟会选有关系嘛 所以检察官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公事公办 请检察官不办 才是真的 完全的堵直 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东瓜山竟然受到外界的关注 那是不是有疑似会选 所以检调就来调查清楚 就不是很好吗 那颜宽额现在是在生气什么呢 他说什么 这个到民众家人逮人 欺人太胜 压人取贡 根本是绿能我不能 这无疑是政治争办 是这样吗 如果有一律把它调查进去 不是很好吗 来德宇兄 这个四位里长 还有22名参加的里民 遭到约谈 好像这有你选区的 那他们说是这个 这个嘛 自掏腰包 有热心人士 这个捐助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四位里长里面有三位是雾峰区的 那一位是乌日的 我想这个侦办 检调基于职责 基于说社会的这个关注 我觉得这应该给予肯定 那颜宽衡不用说这个 先扣这个政治侦查的这个帽子 来当自己的护身符 因为我想任何的这个司法侦办是独立的 不应该遇到严加就转弯 而且啊司法机关 不管是地检署法院 过去也有人说 不是国民党开的 现在当然也不会是民进党开的 我想应该要对 这个检调单位的独立征办 我们要予以尊重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单位接待讨论说 这个餐的时候 他又去提到说 到底他的价金是多少 但价金多少 我觉得是一回事 就如同颜宽衡他自己讲的 在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法务部有提出一个 会选的一个案例 其实他有明确讲说 如果是选举造势活动 选举造势活动得以提供 简单的饮料 或是这个便当 或是面食等产品 但是这一次他们操作的方式 除了在价金上 他们的这个菜色 有比较澎湃之外 已经超乎了 这个炒米粉 米汤 或是这个本汤 这个这个界限 炸鲑鱼 但是价金都超过30 除了价金超过之后 因为价金他的 如果说照法务部的案例是说 合宜的这一个便当 或是这个餐点应该是OK的 然后不完全是以30为界限 但是他现在这一个 他其实他也卡到了 他自己讲的 他的这个范例里面 有提到说 会选案例里面 如果假借联谊或相关室友 来提供这个餐饮 免费的这个餐饮 这个也有会选的嫌疑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特别说 这一次他们会被质疑的是 如果你今天这一些餐会 你全部都是用 譬如说盐宽恒后援会 盐宽恒总部来办 你就大辣辣的 光明正大的来跟我们的乡亲说 今天我就会选举团 我来参加 但是他不是 可以大方承认 说我后援会帮忙办的 但是因为那就回到 我们一般的选举肇事活动 但他这一次令人质疑的是 第一个他是这个神秘餐会 他是透过这个小群组 透过这个地方人士去call 然后盐宽恒 他如果说在这个侦查之前 他是说什么 他说这个跟我无关 这是地方人士的热心邀约 所以说餐会在前他在后 那到底这个餐会的这个金流 到底是谁支付这个金流 而且是譬如说 如果说需要一场一万块的这个餐费 那有没有可能用更大的金额去赞助他 那这个部分就会去影响到我们所讲的 因为过去我们也曾经有听到说 有一些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地方 他会用走路工或用工作费 比如说我就请你来这边 帮我占了两个小时的入口 那其实上一次呢 一次就是一个下午 但是他就给你一千块 就是那一个他付出的这个工作时间 跟他的这一个成本不一 那这种就会有让人家觉得说 这种走路工或是工作费 疑似有这一个会选的协力 那现在就是里长的身份到底适不适合 帮特定的候选人说 我帮你自掏腰包 帮你办活动 然后请你来这个致辞 可以吗 里长的角色可以吗 不是因为他是公职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应该要自己要讲清楚 他们现在就是说 我觉得检察官来把这一次的 这一些经流最重要的是 比如说这个调查局也有问他 你到底是 你有没有借贷关系 还是谁给你的 是你自己掏腰包的吗 我觉得这是很重点 很重点的一个部分 那是不是通常都讲说自掏腰包 这样就可以成为断点吗 对啊 就跟后选人没关系吗 而且其实我觉得 他说的寒蝉效应 是他在打预防针 其实这一个动作 昨天下午中检的动作下去之后 也有一些地方人士 也在松一口气 因为他们其实是可以拿这个 来跟严家说 拒绝说 不要了啦 这个金凶丁丧了 不要再用这个方式 因为用这个方式 其实对他们也很为难 这样子 对 其实他讲寒蝉效应 其实他自己打预防针 因为他也可以想得到说 他后续可能这一些 这样操作模式 地方的里长可以拒绝他 也不一定是里长 就是说地方的一些头人 或者是说跟他过去 在他们这一个利益结构里面 有些人他不见得要 那么出风头 有些人他不想太出风头 那现在如果说 已经有这样子的 检调 已经有这样子的约谈 对 这样的动作 当然会对这个选丰的导政 所以你预期这个餐会 就可能就要停止了 没办法了 像昨天嘛 昨天冬瓜餐会就说 这个什么乌日的一个里长 就说因为时机敏感 所以今天没有餐点了 是不是这样子 昨天就已经这样子了 所以我觉得说 他们在这个部分 颜宽恒今天的大动作 包括四个里长 他之前都说这是个人行为 结果他今天统一用总部的名义 他用总部来发这个新闻稿 他似乎他把他单起来了 他一开始说 这就没了 这就很正常的 会多单 现在他又单开了 所以其实他早就知道说 这个东西如果要签 后面的那个部分 可能会牵扯到他 所以检调这样一个侦办动作 对于后续颜宽恒 是不是会造成影响呢 那颜宽恒也罕见的炮轰检调 来正好 这是代表颜宽恒心虚了吗 觉得检调这样查下去 有可能会查到什么东西吗 没有啦 我下面人帮我办餐会 现在被抓我大哥要有态度嘛 对不对 这基本的嘛 不闻不问这样以后怎么带人 这最基本的嘛对不对 所以颜宽恒现在讲这刚好而已嘛 可是我现在跟大家讲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者还真不容易定罪 因为你要定罪要确定几件事情 当然了我们看包含比如说 其实坦白说我看也是离谱啦 什么炸水饺 虾卷 卤肉 卤蛋 控肉 底层还有这个米粉 米粉 米粉 草米粉 你怎么样也不是30块嘛 对不对 如果有的话介绍一下 这个随便外面应该也要五六十以上 如果有的话介绍一下 我一百份民事门口发 大家随时来拿好不好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这一看就是超过嘛 对我感觉有个六七十的水准 六七十的水准 对我还没吃午餐 我现在蛮饿的 所以其实你选举搞就比谁的本比要粗 这件事情坦白说 我就觉得很不对 但是问题是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谈啊 第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定罪 为什么 第一个你要证明哦 这钱是严加钱给下去的 他们在散的时候都是很有经验的 搞不好在好几个月前就先散完 就是说一罢免一玩后钱就先散下去 这在罢免前 钱就已经先散 钱就已经下去了 当然而且是一定是现金 没有在转账 不可能 炸到密码 让你查不到资料 第一个金流一定不好查 所以说第一个钱就不好查 第二件事情 你要证明有对价关系 就是说你出来吃 还真的是因为要号召严宽 投票给他 你才对价起来 所以说真的不好查 可是问题是他有几件事情 严宽说会造成寒蝉效应 对 对 就是要你造成寒蝉效应 什么叫对你造成寒蝉效应 很简单嘛 大家奉公手法 我就是炒米粉贡丸汤嘛 得宜的餐点 不是说搞成这样很得宜 这叫得体 这不是得宜的餐体 得宜的餐体 了不起那个面包 对不对 面包的我们常常有 没有 具游饭车有个面包 然后排个饮料 那叫得宜 这已经到得体的水准了 个人况还可以那种像打费一样 一直撈一直撈 不是很多人还带走吗 对外带 这已经是艺人投票全家宝的概念嘛 对不对 这已经远超过界限 所以这件事情 一 检掉之后不容易定罪 可是检掉要不要有态度 当然要有态度 否则你才践踏司法 至少检掉要去查 当然要去查 你不能都没动作 否则你在践踏司法嘛 你当检掉是塑胶做的嘛 那第三届事情 就是要造成寒蝉效应 你看马上就有说 抱歉 那个乌日光 什么里的里长嘛 不就说 现在已经是这个敏感时机 没有餐点 没有餐点不委屈 大部分的人办都是没有餐点的 我选举也都没有餐点 了不起摆矿泉水 然后送你一张面纸或口罩 这正常的 不要好像觉得说 原家变委屈了 这只是让这个地方选丰 回归正常 显然他们以前吃的很习惯 吃习惯了嘛 现在没有 抱歉 没餐点要抱歉 正常选举有餐点是 是非常非常澎湃的 正常是用面纸的 没餐点才是正常的 不需要抱歉 你在台北市多的是 了不起给你一瓶矿泉水 对不对 连卤肉饭都没有 好重点来了 我觉得这地方 因为减掉介入 让他回归正常化选举 端正选丰 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我觉得林静颖 我不是说要挺他 可是我们至少要支持 一个候选人 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选举吧 这是最基本的 你非得要在公平的环境 去选举 大家才能选择 最合一的候选人出来 我觉得这是所有法律制定 最基本的嘛 我们今天不是要挺林静颖 我们只是希望说 这边的选丰回归正常化 然后端正选丰 就那么简单 那颜眶根本没有道理 这么生气啦 怎么压人取贡 还说这个检调怎么样 这侦办这动作 他不满意 我讲他要帮小弟出气嘛 大家给他挺赌 你要给他出气 这样子 对所以这是以太 一定要这样讲 所以这番话 让他在乡亲面前有记忆 当然要嘛 否则你之后要检调 这个明年下届选举的时候 检调收了你 还是要再办呢 对不对 所以你要挺他 搞不好之后律师费 严加都帮他出掉 所以这一定要挺 但我不管这些 所以说我已经觉得 综合选举的选举 根本不是什么 严宽恒跟林静怡的比较 坦白说 我觉得连比都不用比 但我觉得这个 综合选举选举是 选举风气跟政治文化的选择 你如果要这样的选举风气 你每次选举都吃饱饱的话 你就选严宽恒 但是你要记住 你的名子名高 会被他刮走 你家未来的公园地 可能永远变他的招待所 你要买块土地 可能永远买不到 因为他在那边弄了个基林地 公家的钱 可能会被他用来去 标这个所谓105号码头 这叫做婴小会失大 然后在立法院执行 他可能会为自己家族的事业 去做执行 他的土地上面 可能会盖电动游乐场 你家小孩 可能会去那边打电动 可能会交到坏朋友 这东西是一种选举风气 跟政治文化选项 所以我觉得很清楚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越揭发越多 其实我们原本以为 这叫狗废火车 我们怎么骂都没有用 有用 我们监督到现在确实 我相信 对 检调去查了 而且未来他们绝对不敢大辣辣的 从这个网红 英地大力 一开始所谓的 餐厅级的烧酒鸡 炸鲑鱼 焢肉等等 到后来变成只有 北菜肉 焢肉和焢丸汤 到最后很抱歉 今天没有餐点 所以是之所收敛 亭飞委员 你选戏也真有惊惊 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菜色 对你们来说 是很澎湃级的吗 是不是有会选嫌疑呢 那还包括立场说 自掏腰包 是不是碰到这种状况 都这么讲了 我必须说 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议题 有点把它混淆掉 其实大家不是在讲 插米粉不行 插米粉是不行 其实这个选委会 或中央选举委员会 其实都曾经公开过 就是插米粉 焢丸汤 这是可以的 因为你很多的 这个演讲场 或是座谈会 其实刚好会遇到 这个晚餐的时间 所以给大家吃一点 简单的炒米粉 焢丸汤 这是OK的 这个选举委员会 我都确认过的 可是今天为什么 盐宽恒你会被挑出来 特别讲 因为你这个不是 单纯米粉汤跟公盐汤 也不是炒米粉而已 你是炒米粉自助餐 升级版 对 炒米粉自助餐 对 是活动Buffet 就是说你刚看到 我们很多的这一个画面 整个画面就是 好多的非常澎湃的餐点 有烧酒鸡 有炸鲑鱼 然后有等等的好多样 所以他等于是让大家自己去夹嘛 就是像Buffet一样 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他才会说 这个是不是已经是升级版了 可是升级版是不是就已经越过了 那个我们所谓的 中央选举委员会要求的一个界线 那个红线你已经越过了 那你算一下这个代价要多少钱 一个人算起来 要超过一百块吗 这一定超过一百块 因为看这几样不准 要看画面 画面他就是一整排 然后就是好像那个Buffet的那个 那个一个盘子 好像四五样以上 对一个盘一个盘 让大家可以夹的 这样子的一个准备 绝对是超过一百块以上 你算代价多少 很难因为我们有在现场看到 一百人大概要九十一百啦 九十一百 双煮菜 如果一百人这样算下来 那个活动大概要花多少钱 几万块跑不掉 当然 当然一定 因为他的人数嘛 他有人数 然后在现场大概有几样嘛 这个 这个其实要以现场看 那会检举的人 像这个 这个英利大帝 他会去做这样的检举 他在现场嘛 因为他自己在现场 直接拾路嘛 所以他很清楚说 这个好像跟他所印象的不大一样嘛 他才会去把它po出来嘛 而且量那么多 就好几盘啊 不是说你看他第二次 就连网红都觉得惊奇 就觉得 碰碗这么大堆喔 所以他觉得这么厚 超出三十块了 就像所讲的 这个郑昊所讲的双煮菜 现在一个便当双煮菜 你知道就一百块以上啊 对啊 你怎么可能说 又酥炸鲑鱼又烤肉 然后还有炸花枝丸 还有十斤炒面 所以他是把它变成是 把费极的啦 所以我觉得今天不是炒米粉 最近一直大家好像直言说炒米粉有问题 炒米粉有问题 这个变成去讨论到有点变掉了 其实我们要讲炸鲑鱼不是炒米粉 而是你是升级版 那你看今天炸鲑鱼自己这样讲 为什么绿可以我就不行 我们绿基本上就是炒米粉加贡丸汤 不是像你这样的升级版 所以他也是在混淆 对 而且他们现在混淆说 加农部长其实 我们要必须讲 还有另外一种叫募款餐会 募款餐会当然 你如果说募款就是 募款餐会这本来就写 写清楚嘛 而且一张大概五千一万 那也是他自己买进来 然后用餐的 那种募款餐会就是 办桌等级 才会比较好 对 那这个也都是要跟中选会合备 跟地方选委会合备说 他是要评券入场的 不是随便可以入场的 你今天这张卷是不是 你有这张卷你才进来 不是像如果说你今天办这种 座谈会是谁都可以来 而且随时都可以来 可是募款餐会是 是不行的 募款餐会是要立言名册的 而且每一个名字都要必须知道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 是不一样的 但是现在国民党还是在混淆啊 像王宏威就把募款餐会拿来说 哎那你这个林家隆 你自己当主委的人 当林静怡总部主委的人 那你之前这个募款餐会 当时不是被质疑吗 那你为什么当时说那个可以 现在这个炒米粉不行 可是当时候卢秀燕就已经道歉了 因为查了就不是嘛 人家就是募款餐会啊 卢秀燕那时候他把 因为他们去模拟说当时 哇什么菜色多好 然后弄了一张照片 所以他事后是道歉 把影片撤下来 对说那就是募款餐会啊 因为你必须把它分开 募款餐会 然后跟一般的所谓选举场 选举场他就是有一个规定 募款餐会有一个规定 他就是要一张券一个人 然后你有券才能进场 那个我们如果募款餐会 我们都要把我们的这个入口 要做一个管制 是要看你的 你在那张券才可以进来 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 好像已经在搞模糊战了 那你说颜款餐今天说 那绿的就可以 我们就不行 绿的真的在跟你强调 今天不是炒米粉 如果你只有单纯炒米粉 如果你的冬瓜餐有会 只有炒米粉 我们不会去说你不对 我一直也不会压抑 网红也不会压抑说 菜色这么好 没错 因为炒米粉可以多好 你说我再加蜜 再加海蜊 那没什么 你把那个炒米粉很澎湃 也没有人会去质疑你 你是把它丰富到 可能十几道 五道六道十几道 把它变成把废集的 那当然大家就质疑你啊 所以我觉得真的不要模糊焦点 否则我们现在都很担心啊 现在如果像颜款那时候 哎 未来就会变成打混战 哎我也要检举你 这个绿营的你炒米粉 我就要检举你 不是炒米粉没有问题 你不要把它变成炒米粉升级版啊 是对的确 那个活动buffet呢 或许跟其他一般候选人在比较 就已经是菜色非常好了 但是颜佳仅止于此吗 还是早就在宴客呢 因为现在已经有影片流出来 其实早在十一月六号 也就是颜款恒宣布参选之前 颜佳好像就已经是在大宴宾客了 你也是颜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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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谢谢啊 在这里也退伴爸爸 飘啊 我阿公啊 怀啊 退伴妈妈啊 米妃啊 退伴姐啊 我女子啊 同啊 退伴妹妹啊 蕾琳啊 你等你也会来 在这里带大家 选择很好 我感谢一路的志祺和谈行 宽宏哥 这个比较烦满 选择不须离 所以选择不掉 但是我们继续人情打招 从一到一月九号 从两个月 两个月而已 今天几号 今天七号 六号 就要线六十三天 剩下两个月 这个礼物也搏算 粉红一定 让他人情打招 一波一台 可以继续 所以我们看到 颜宽在十一月六号 宣布参选之前 就已经这个大摆宴席了 已经准备要参选了嘛 来瑞克 这个也看出 颜佳显然已经是 早就有所盘算了 从罢免陈伯威之后 再到这个宣布参选之前 就已经这样子 开始请客了嘛 颜宽好像事实上 一再强调 在罢免3Q 陈伯威的过程当中 他只是一个志工 而且呢 他并不一直到 这个最近还在强调 他这个罢免 参加罢免 这个3Q陈伯威呢 他最重要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 把他罢免掉以后 自己参加补选 他一直这样强调的嘛 那事实上证明啊 那么从去年一月的时候呢 那么颜宽恒 在立法委员 连任过程当中落选 落选了以后 他从来没有放弃过 继续在地方跑行程啊 不是吗 为什么呢 只是说 那么他名称稍微改掉 因为已经不是立法委员了嘛 所以叫做 那么颜宽恒团队 当然参加任何活动 你可以发现 他前面会多了一个 因为他的妹妹 颜宽恒是台中市议会的副议长 所以他一定会多一个 台中市议会副议长 颜宽恒团队嘛 他在很多的活动里面 都是这个样子 包括我们所看到的 那个里长说 通知大家说明会 说你要来 大家里面要多来参加 才能够征集到更多的 那个相关的建设 下面也是这个样子嘛 那么包括颜清彪在内 他们的爸爸在内 也都说啊 有更好的人 他愿意抬教 也是这样讲的 就讲假话 讲得很衰气嘛 对不对 但是你从颜宽恒说 这个等于说 透露出来的 他的企图心啊 你可以看到 他从头到尾没有放弃嘛 对 所以人家外界 讲的并没有错嘛 为什么 外界怀疑说 你会辞掉这个 你在这个江启臣啊 要跟这个等于说 朱立仁在争夺 国民党的这个 主席的过程当中啊 你辞掉了 那么中央国民党的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然后回乡说 要做这个所谓的志工 从头到尾都是为了 罢免掉3Q陈伯伟 然后警戒而来 你要这个等于说 自己参加补选 然后拿回你的立委 不是这个样子吗 要不然你在这个 投票前几天 你贴那几个什么 梁明镇 贴那几个说 那几张照片 然后又说什么 他们一辈子没有住在这里 却想当这片土地的主人 事实上 事实上 那么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企图 我觉得就直接 讲明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了 只是觉得 我一直觉得说 严宽恒跟严家 一定没有料到 如果遇到他们的 组织动员的能力 如果依照 严宽恒 严利明的 这个等于说 跑地方基层的实力 那么以这次陈伯伟 你看他还是把他罢免掉了 虽然这个只差 四四六六个票 但起码动员的出来 快来七万七千多票 那如果他沉得住气 再等个两三年 到2024年再罢免 陈伯伟搞不好 在等到2024年 再去选举的时候 陈伟伟搞不好也会输 可是不一样的是 如果到时候是全国性的 总统跟立委选举的话 因为全国性大家都在选 所以没有人会像这一次一样放大 因为你 严宽恒如何去用显微镜 扩大去检视 这个等于说陈伯伟 人家就用放大镜来检视你 严宽恒的整个财产 跟相关的 陈伟哥 那那个冬瓜餐餐会 显然是一样 早就在吃了 而且我告诉你 不止那一场 搞不好以前都已经这样子 但以前不会有人拿来讲 以前不会有人拿来讲 原因是因为 全国性的这个等于选举 人家不会特别把这个焦点 放在你这一块 结果呢 你可能就把它当成 以前的选举 以前怎样 现在就怎样 就这样子去动员 或怎么样 就你没想到现在全国都用你们的标准 你们如何对待3Q陈伯伟 我们就用相同的标准来看你们 就一检视的结果 我的天啊 105码头 然后招待所为鉴 然后呢 土地有盖 土地上面租给了这个 这个电动玩具店 然后呢 巴拉巴拉巴拉 这边到处都有 买法拍土地 然后哈年多摘散了 那我问你嘛 全这个等于台中海线 五个区域里面 选区里面的选民里面 不要说年轻选民 所有的选民里面 哪一个能够做到像他家 尤其是像严宽恒的财力 好 我们看到这个是 在沙路 山路里的一个老人参会 那个时候呢 严宽恒其实都还没有宣布参选 但实际上 早在跟相亲都已经说明了嘛 还有这个选举 还有60几天 这个看起来 这个是已经大一人宾客了嘛 所以那时候他还在那边扭捏说 所以我刚刚讲的说 除了这个选举造势活动 假借这个募款联谊活动的这个理由 相关的理由提供这个免费 或是这个显不相当的 这个成本的 这个都有会选的这个嫌疑 今天我们在讲说 严宽恒他用这个政治侦查的这个角度 来捍卫他的个人的 包括他的里长或条拉卡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刚刚这个郑奥兄讲的 除了是帮里长来战亲之外 也是有点 他又要再打这个迷糊仗 又要打迷糊仗 包括我们刚刚看的 你说这个王宏威讲这个林佳龙 他自己就最大一个错就是说 会这个什么 会选的这个 会选的犯 其实这个明明人家的这个不起诉书 都已经出来了 你明知人家已经不起诉了 你还要刻意讲说 这个是林佳龙2018的会选餐 这个非常要不得了 然后我们再看 端正选丰 其实就是要从严加做起 如果说你今天你能够 很清楚的说明说 那基于这一个选丰 基于这一个大家相亲的期待 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就简化 我就是要来大家 报告要来大家支持 这样就好了 你也可以说什么事 那像刚刚那种大宴宾客 那不可以 这个有很大的疑虑 这个有很大的疑虑 那个有巧门他还没登记 他还没有登记 所以他才敢这样搞 也可以闪得过 对 他讲话也讲一半而已 他说我林佳龙真的会吹牛 我会继续来努力 他其实他也没有讲说 拜托大家支持我 所以他那种很难去订 他们招很多 招数很多 那显然这种饭是不是已经 长久以来都是这样在吃了 这种是搭棚子的 这个还好 有的是在餐厅里面的 餐厅里面的这个 有时候大概十桌二十桌 就真的 十桌二十桌这么多 他们call人 他们会透过各种系统 有时候是社区 有的是宫庙 那平常如果说宫庙 社区在这个时间点有活动 那我们还觉得很正常 就是新民生 还是会完台会来 大家本来就是会员 本来就是社区的活动 那他这个就比较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但现在就是 透过同一群group 但是他会找韬人 又另外再去约人出来 甚至我也听到 已经不只是这些地方团体 连这种工商界市农工商 甚至连一界都有在约吃饭 然后都是宽衡会到现场 对所以说我觉得说 所以一直是都有的 对所以说 从罢免期间一直过来 所以说今天的这种豪华版的 这个插米粉跟这个buffet 这个是开放式的 还有有的是这个闭门的餐会 那个就是讲豆柴 所以对于严家来说 稀松平常 稀松平常 可是我觉得说重点就是 我们要去执我们要执意的就是说 你这一些钱到底怎么来的吗 你不能说 我都不知道 都是乡亲战组 都是电影林书战组 该很难啦 就是金流因为 他们已经选举选那么多次了 他们大概很难让你查到这些金流啦 只是说真的 他为什么不得不站出来 就是说已经有里长被约谈了 一定要站出来嘛 就是说 就是我你不用找这个杜小啊 这个才能让后面的人他敢去挺他啊 否则如果他没有站出来 大家会觉得后面没有人敢办了 对啊 你就放他们人去死 这样人才会跟他后面挺你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所以严宽恒一定要出来讲这番话就对了 要不然后面你说还有那么多天 三十几天 怎么可能有人敢挺他 对啊 对其他的里长可能吓都吓死了 来美美姐来 一定要有态度出来 其实我觉得他有几个目的啦 第一个就是说 你这里有放心 我已经站出来了 我的天理我给你拍 这有个态度 我给你扣 对我给你扣 因为带了四个里长 不止四个吧 他们已经吃了多好天了 后面的 万一真的受不了爆出来怎么办呢 那你虽然说难查 金流难查 但是大家有一点我们在想 中泊 中泊塞他有每天換一座 没有 可能是固定一座 可能是固定一座或两座 你也可以从中泊塞那边查嘛 对不对 这里面怎么那么巧 那到底怎么来的 可能一层一层 真的要用心去查 是有可能突破的 所以他一定要出来先听你嘛 这第一点 第二个呢 他其实在打心理战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多破细的老师 你看本来可以吃什么 可以吃十菜炒米粉 可以吃冬天吃烧酒粿 对不对 更可以吃烤肉肉 那么还有鲑鱼尾 多好 现在给我们查到这样 丫人许说 金流单位来啊 人家的这钱 这样给我们欺负 所以我们现在怎样 米粉白菜肉 欺负我们老师 现在连米粉白菜肉就吃了 变成受害者形象吗 变成受害者 我们有一些老师 就是这样 吃人一嘴 害人一刀 非常破细 就每年都吃 就是敦目清宜啊 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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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 我们吃人一嘴 我们也觉得感觉不错啊 现在连这个就没有了 吃下去 皮肤就倒下去了 对 现在连吃就没得到吃 冬天要吃一个烧烧的就没了 你们甘表单位这样 他很故意哦 你们这一讲就动起来了 民进党可以 白人不行 并说他是受害者 变成他跟乡亲们是站在一起 然后变成民进党政府用党政机器 然后减调配合司法迫害 要跟绿营对抗了 对 中俄乡亲要站出来 对 是这样子 他被欺负我们在地 他就打悲情牌出来了嘛 他就可以巧妙的转换了嘛 他为什么要托林家隆 除了打乌鱼战术之外 他不是要升高那种态势吗 变成他好像是一个受害者一样 对不对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可恶啦 坦白说啦 但是我就说 你只要看他整个这个操作的手法 你就知道他还是打传统的这种陆军战 那他还是透过这种各种的方式 那特别说巧妮明目 你说用募款联谊 那很简单啊 就像刚刚亭妃所讲的 如果是募款餐会 那应该要照明册啊 你应该要卖餐券啊 东西拿出来嘛 如果没那对不起 你就是在巧妮明目嘛 你就是违反这个选霸法嘛 这第一点嘛 对不对 第二点我们要问哦 你说假计 如果说是社区办的联谊活动 那很简单 那不是只有盐宽衡可以上台 林静妮可不可以上台 也应该可以嘛 可是请问之前有多少个活动 我们看到特别是他所在老地盘 盐宽衡可以进去杀戮区公所 去握手吧 去拜托吧 林静妮可以吗 不可以 你是候选人 或者有一些活动 盐宽衡可以进去 为什么 因为他背心只写着盐宽衡 林静妮叫做立委候选人 这样你就不行 盐宽衡可以去讲话 请问一下有没有行政中立 也没问题嘛 那就是里长也没有所谓的中立问题 他不是一面倒 就是帮盐宽衡办活动 所以他角色上这样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啊 问题是我之前也跟博维 私底下聊过 他说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 虽然说也许里长 也许各有立场 但是应该站在中立的是最大的 但是他们的宽衡 刚才倒霉 一个枯权太大了 就一个立立座跟他停一 所以这里长可以一面倒就对了 就一面倒啊 不然怎么办呢 我请问你啦 他有些是严加的利益共生庭 对不对 内圈的我在想 带到餐厅的十几个的 十桌二十桌 你不要说十桌二十桌 你比起来 比起这每天这样流水 是不特定多数 你到餐厅更加高级的 那表示可能就是地方上 有头有面的 还是地建领袖 还是丁的这种的 就比较内圈的 就比较高级的宽抬 对不对 那比较这种一般的 一般乡亲就是吃露天的 但是我跟你说 第一你乡亲来吃冰土 大家都觉得赞 又怜意 第二你如果是餐厅那一种 他如果造了名册 或特地邀请你来 你没去的位子 你是看人家不齐吗 你如果跟他合作的话 你可能可以利益共生 你都不去的话 你会不会去用店名做几个 对不对 没去的会害怕 没去的会害怕嘛 里长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你如果跟他合作的话 人家严家有地方的副议长 对不对 然后这个爸爸 是郑南宫的董事长 如果他这样又当立委 还有中央的力量 因为地方到中央总 给你清楚建设 你如果没合作的话 你的建设就摆在后边 不是吗 你可能吃不到好坑的三不五千 给你问候一下 你受得了吗 所以为什么他要盘根 错节到这样 他在地方 他只要是经营的越久 霸占的越久 他的势力就越大 软的硬的一起来 对不对 敬酒 你跟我合作就敬酒 你不跟我合作 你可能就是发酒 那谁敢怎么样呢 所以为什么 你可以看得到 几乎是一面倒 又或者陈伯韦 他当了立委 离谱他到现场 居然还有里长 不是说没看到他的人吗 他已经人在现场 说他从来都不到吗 不都是如此吗 所以在这边检调 当然要下去查呀 查你们有没有 这样巧立名目啊 可是我就说只要检调一查 你放心他一定这种话会讲个不停 他会在地方上不断的散步而已 对不对 你在政治迫害 我们只是这样吃一个热热的 我们吃一个插米粉什么都不行 绿营就可以 他不会去跟你说 不会去跟你区分说 我们只吃米粉 吃共和湯 你是怎么吃的都不会 可是他会激起那种 在地同仇敌开的感情 那我们有些老乡亲 他也许不看政论节目 他就是像 比如说亲家朋友 或是在地方里長在说什么 说什么都会吃这个 本来都很好 还是怎么减着这样 尤其是两天 早上就把我们带去问话 对不对 他讲的也很过分 什么叫押人取共 有押人取共吗 如果检调单位敢不法的话 你严加去提告嘛 你可以告独职嘛 你敢吗 可是他有这种耸动性的语言 对 他就可以巧妙的 明明明明 你们在巧立明目 明明你很可能是违反规范 可是变成你是一个受害者 对 变成你是一个政治 国家机器 打压之下的受害者 然后催化同情票 在这种口语散布出去 这就是你看他的整个的操作技巧 那至于就说 加隆这个讲 讲王洪威 讲的刚刚好而已 要提告刚刚好而已 那件事情 其实据我了解 不只是募款参会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后援会 自己的干部 人家自己出钱的 你用什么 你说人家是贵宣 他们没有面对不特定的人 对吗 人家是自己出钱 自己辛苦 自己吃一饭 或者是募款参会 那每一件有人检举 他们是一个一个去调查 也都是牵截了 韩文也都发出去了 你还在这边混淆视听 然后你看他每次都 都把林嘉隆抓下来 对 为什么 因为林嘉隆是林静怡的竞选总部主委 又混淆视听 又显示好像是 举全国之力 民进党这个全部的政党的力量 来对付他一个 然后利用我们台湾人 相亲憨厚质谱的感情 那来把自己让自己翻身 所以你只要看到他这种作为 你就觉得说 这个政治人物 如果说新的政治 不从这边开始的话 你中二选区要这样继续下去吗 所以我们看到 严宽恒的策略是塑造成 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吗 来揭明哥 那现在国民党说 中二选区有绿色恐怖了 是这样子吗 还是严家在这个地区更恐怖了 严家有没有在这个地区恐怖 我想中二选区的选民 应该比我更清楚 不过我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这就是你罢免陈柏惟的结果 如果你没有罢免陈柏惟 下一次的选举就是说 2024年的选举 你要怎么去办这些参业 可能没有理你 因为全台湾都在选 所以大家当然已经放大检视 就是这么单一选举 我不知道严宽恒是不是知道 现在全台湾都在看你选举 所以你还可以这么嚣张的 我说嚣张是指说 怎么还有那么多里长 敢去办这样的活动 甚至连台北的网红都注意到了 这边有很好吃的 我那个画面给大家看 真的是非常令人觉得太丰富了 我们现在随便买一个矿肉饭 事实上在台中 你随便买一个薄薄的一杯块肉 然后几个菜 你没有个七八十块 八九十块 你是买不到的 那你这个矿肉再加上一个 那个鲑鱼的 那个这么厚的鲑鱼肉 再加上其他那种非常丰沛的 十块有虾肉 还有再一个一大碗的这个热汤 你觉得这个 一般在市场 你去自助餐 你没有拿个三百块 你真的吃得掉吗 所以回头一件事 这是你制造的 严宽恒你也不要去怪东怪西 就是因为你发动了 就是你协助了 这个办的这个陈伯维 所以我们就解释你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就解释你 你说这个陈伯维赌博 我就检视你到底有没有开麻烦金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 你说土地正义 那我就检视你到底有几块土地 那你因为这个陈伯维曾经被说过 他有一个小公寓 那我就检视你有几栋房子 你有几个土地 你说这个陈伯维怎么有这么多存款四百多万 检视你 你有几千万几亿 这都是你找的不要哀嚎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只是因为你做了一个决定 那你刚才一直在讲林佳龙 来来来看一下好不好 这画面是公开画面嘛 我那时候媒体很大哦 阿彪为他的儿子选举 千字掌除好不好 那后面这个环境一定也是这个办得 那是为了那个严宽恒的选举的时候 办得嘛 那这又有一个画面是苹果及时的 你看拐的广杖开始炒饭 而且还有一个画面是他直接拿起来藏来吃 那你知道那个镜头再拉到后面 是一桌一桌一桌 所以看起来这是他们的传统是不是 对嘛 他们的传统嘛 但是那一桌呢 基本上为什么没事呢 因为那边都是竞选干部 所以大家吃 然后接盐宽恒就出来说 大家辛苦了 那是竞选干部 林佳龙的状况也是这个样子啊 如果你按照这方式的话 这个画面都有耶 是不是这个早就已经在2015就逮你了 好 我还是一句话 2015没有人在乎他的原因 是因为当时选举 每个地方都在乎 严清飘水一句话啦 选举一时的 吃饭最掉了啦 我一句话 选举一时 所以里长你要清楚哦 如果今天假设 我们严家的事宜了这么久 对不对 不论是议长也跟我们有关系 哪条马路要开 你的里长旁边那个水垢要清 我们 我男朋友现在 是台中市的副议长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哦 以后里长要拜托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有人曾经问我说 议员的权力不比立法员低哦 因为议员可以直接要求 台这个各县市政府推出预算 那里长当然面对这个问题 他一定会盘算啊 我今天到底要挺延青标 儿子延宽恒 还是要挺这个林静怡 你看看后面副议长是谁 答案就已经清楚了嘛 所以里长可能还是有的 还是要乖乖听话咯 重点我们是两件事嘛 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李明是怎么被邀的 这个是关键点哦 李明有没有被说到几件事情 来讲 我们现在来支持 对他们这个李明是有造册的吗 对第二件事就有没有造册 所以检调有没有冲进去里长 我上次就讲这个事情 冲去里长里面去看有没有造册 李以珍就直接在他里数上面 就说一句话 有没有造册啊 造册又邀请 而且对方接到的 也知道吃对顿饭 是要去支持这个颜宽恒 那怪不得 对那这所以杰明哥 检调进入里长 这个有过分吗 要进去可能要了解一些 已经有人举报啊 我请问一下 有人举报会选 难道检察官不去查查吗 不能去里长那办公室吗 这一定有已经林嘉隆都已经举报 这个地方有疑似会选 请问疑似会选你不要去调 你也可以啊 如果今天林静怡有疑似会选 你也可以去告检调啊 叫检调去查啊 就发现林静怡都没有参会 对不对 我们是讲白了啊 今天有人举报检调干不做吗 检调不去做那叫独职 是不是 现在媒体都看出来 检调没做那个独职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颜宽恒 本身也是立法委员啊 你妹妹也是副议长 你爸爸也是以前是议长 也是国立法委员 你就知道法律应该怎么走 不要在那这个543啊 但是不要忘记了哦 之前在台中是有两个里长 就是因为办这种餐会 让你抓起来哦 不要忘记哦 有趣的事情是里长有事后选人没事 所以这个真正的状况来看 当然其他里长也会想一句话 哎呦我这样讲啦 被检察官拿去征讯的 我没有一个人会不紧张的啦 检察官大人一站 你又没有会选 里长对不对 所以对里长来说 现在可能是要紧张 不能够太肆无忌惮 我的一个月薪水就是五万多 四五万块 对四五万块 那我要做里长 我要做很久 你跟我说一简单 你又没有会选 你的名单 刚刚那个李明跟我说 是你打电话给他的哦 说这顿饭是要吃这个 智子颜宽狠的哦 有没有 你有没有讲这句话 来 那个电话记录一打出来 你你叫里长怎么说 来交出你你的这个通 这个电话号码 直接查你的童年记录 发现到你怎么在这个参会之前 一直有密集的连接 这个颜宽团的这个办事处呢 所以真要查不会查不到 你你怎么回答 你告诉我什么里长敢讲假话吗 搞不好赖都还来不及三 上面搞不好赖上面还有那个 你那个几点几时啊 我们什么人要过去啊 之类的事情 你你怎么做 所以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剪掉真的要做的话 那其他里长怎么办 还有那个已经办过的 还没去查了怎么办 哎紧张啊 那你说好 你说这个讲句话 很多的这个相亲 就会说一句话说 那今年没有得吃 我这么说一句话 相亲之所以会吃 是因为被你抠出来的 真的没有得吃 他们也不会出来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选战到 这个情况之下 就告诉颜宽团一件事情 你怎么对待陈柏维的 现在我们就解释你同样的方式 对你以前哪一顿选举 不大餐不吃饭 为什么这个每个里长 那一顿饭 你家这些猪肉 现在猪肉价格贵到一个可以 好这个妈妈都知道 婆妈去菜市场 随便买个菜 一千块就喷掉了 那边的那么多东西 我想警察官心里也会明白了 来说清楚 这里面总共花多少钱 你委托谁来买的 哪一个这个那个炒菜的 哇这真的查去的话 颜宽团那几句话 只是让自己暗夜走路 让自己心安 他其实也不知道 到底警察官拿到多什么资料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以前习惯就这么做 所以他们认为这次做也没有问题 所以他们会不会有摆命一书呢 我们等着瞧 好政坛的最新发展 就是陈柏维被罢免之后 那接着还会有罢免案通过吗 那现在罢免林长佐的连署二阶段 似乎呢已经这个会过关了 那这个钟小平在这个补件之后 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连线无党籍利本林长佐 跟大家说明 那弗尼迪现在了解的最新情况 这个罢场案的这个最新情况是怎么样 是中江好大家好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把他认定 他们一定不会散罢甘休啦 所以之前我也在中江的节目有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以到投票阶段来守住中正万华 那以整个规划都是这样来布局 所以现在他们这个 而且他们补件 听说他们的整个错假率 最后跟二阶整个加起来 一样是高达三成的错假率 也就是一样是死人 假人等等 还是一大堆 所以但是这个就是 我们看从去年到现在 这么多的罢免案 他们就是一样的方法 不断的操作 那一定再怎么样也要补件补到过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样 我们就是全力迎战 正面迎战 那 但当然啦 我们现在其实 也有很多既定的工作 我们也不能被这个影响 就如同说 其实我们今天刚闭幕的这个 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等等 欧洲跟美洲的国家来台湾 一起参与开放国会深化民主的论坛 那今天下午我也代表立法院跟他们签署了一个 这个联合声明 那昨天深夜的时候 其实我也参加美国拜登总统 他举办的这个世纪论坛 民主论坛 民主峰会 那以亚洲唯一的代表的身份 来参与这个国会议员的场次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是台湾在国际上面 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 那我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有很多既定的工作会议都不能因为这个报复性罢免而这个松懈 那另外当然我们自己的这个选区 中正万华 其实有很多的振兴案振兴的活动 都这个已经这个陆续的一直都登场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几个工作项目 那对于你们工作 会不会你要做一些调整 毕竟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对于整个包括后续这个有公投 甚至是这个1月9号的这个中二的选举 蓝绿之间的这个这个情势的消长 是不是都会有受影响 其实因为我本来就是把他当成一定是会走到投票的阶段 所以我本来就没有 我本来就在整体的工作上面 规划上面一定不能受到他影响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包括刚刚中江讲的 公投12月18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我已经都已经规划了非常多场从北到南 有很多场的这个公投说明会 都要去参加宣讲 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对话 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部分 我们在校园有很多的宣讲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一些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当然就是比较累 像我昨天很多会议 我都要开到三星半夜 岳阳的会议 然后早上一早起来 还是马上就要到立法院来工作 所以我想一直到1月份 中正万华的相亲当然会比 就跟中二选区一样 会比全台湾的相亲再辛苦一点 公投之后还要再累了几个礼拜 但是这个毕竟是国民党搞的 我们也是被迫因应 包括公投包括罢免 然后中二现在会有这个补选 其实都是国民党他们搞出来的 所以我们虽然都很希望可以全心全意的 在国际上面为台湾 把握这个最重要的国际契机 那保障这个台湾人在国际上面的权益 以外中正万华的振兴工作 大家经济复苏都很重要 可是有人在那边乱 我们真的也不能说就不理他 不理他的结果就是台湾的未来 就会葬送他在他们手上 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 那几次公投被他们搞的乱七八糟 或是罢免他们乱搞了以后 优秀的立法委员就下 这个被他们拉下来 所以每一关都很辛苦 但是我们没有一关会松懈 对 Freder你怎么看那样一种联动的效应 从公投 从中二选区 还包括你的中正万华选区的罢免案 因为这个都是连串的 因为假设如果之后 真的是我们说我们的政治的局势 会一直到明年的2022的现场选区 对 我觉得真的是希望 过年前 大家把这样子的乱台湾的这种状况把它出清 就是全力公投守住 四个不同意 然后台中的中二选区 当然让林静怡能够赢得胜选 然后中正旺我们也守住 在过年前把这一些乱象都出清 而且我们不只要守住 我们还要 我希望能够展现一个非常好的选举的一个成绩 结果 那就至少我们到了明年年底 的这个地方选举之前 中间我们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过程 要不然我相信 如果大家还这个掉以轻心 没有都出来投票的话 他这个罢免一定一直搞下去 对国民党来讲 对这些有心人士来讲 他们就是一直 最好台湾一直乱 最好台湾有一直不断重复的这种 又罢免又补选 又罢免又补选 没有办法让社会安定下来 让从来让台湾没办法停止 这种恶性的循环 然后一直接到明年的选举 所以我要拜托大家 就是如果你觉得台湾真的是 真的是被乱的很辛苦了 那我觉得就是在过年前 把公投补选罢免 这一些关卡全力的都守住 然后我相信整体 我们在这个本土跟进步价值的 这个能量上面 我们至少可以有个稳定的蓄积 然后也可以展现给国民党看说 你在这样子乱是得不到台湾人的支持 甚至于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敬 颜宽和除了这个冬瓜餐所引发的汇选争议 那还有他们家的817违建豪华招待所即将拆除 另一头 颜家南屯817公保地毫数违建 前一天工人拉出封锁线 喷上红色猜字是否已准备好自裁 在积极联络公关当中 让这些他们都就位之后就会进行拆除 按照法律规范 公保地上面可以允许的是临时建筑 可是以他的这种盖的方式 看起来不像是临时建筑 所谓的临时建筑要临时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台中市政府应该要有他的态度 我们看到现在颜家的817豪华招待所 拆除是倒数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的范围 包括这个停车场出入口 现在都已经围起来 那上面就用这个喷漆写一个拆字 就代表这个围墙好像是要拆了 那只是说会拆多少 是部分拆还是全部拆 记者今天就去问严宽恒 严宽恒就说按照法律规范 准备好联络好就拆除 那这个严宽恒的团队也说 今天太赶了不可能动工 加上卡在6日会被这个投诉扰民 所以应该是下周才开始拆除 就要请教瑞德哥了 所以是会全拆 还是有可能人家怀疑说 是会虚晃一招吗 刚不接口令 其实那么我们在听严宽恒 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误以为 他是跟这个案子都没有相关的人 你知道吗 他在回应的时候说 按照法律规范 按照法律规范 你今天你做错事 你搞清楚是你家做错事 你知道吗 如果按照这个 胡志强在台上推荐 严宽恒说 他是一个好人 你知道吗 好人 好人 我跟你讲 我不知道那个 好人要遵守法律 对 好人应该遵守法 好人要守法 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法分两种 法不是只有刑法 民法 还有包括我们的行政法 什么意思呢 你都要几几几几来做人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家为什么会 袁宽恒一直强调说 当时他们买的时候 2012年买的时候 已经有建筑的相关的 去申请了 对不对 建筑执照已经申请了 要盖房子了 然后你的意思是说 你言下之意是 你现在的这个交代所 700多平板公司 当时就是这样盖吧 当时就这样盖吗 如果当时就这样盖 连当时的这个 等于说2013年落成的时候 那些公务人员全部要调查 全部要约谈 可能要全部要收押 为什么 你是怎么给他使用执照的 对不对 使用执照不是201平板公尺吗 所以表示 你当时在交屋的时候呢 台湾市政府来现场会看了以后 觉得是OK的 201平板米呢 所以呢就让你过了嘛 所以赶紧使用执照嘛 完了以后呢 这500 这总共加起来700多平方公尺 所以呢这500多平方公尺 前后组建物 还有另外一个建物 还有包括围墙 这些甚至于还侵占到这个室友地 这些是什么时候盖的 是谁盖的 请问你在盖的时候 你是不是立法委员 这栋建筑物 盖好的跟相关的延续的过程当中 你不仅严宽恒是立法委员 你妹妹还当选市议员 还当了台中市议会的副议长 对不对 对 那请问一下 你们现在做的是守法的事吗 这是守法的事吗 在鼓励大家都这样做吗 小小为鉴我可以理解 我说坦白的 在台湾有东西 透枪房子 公寓房子顶楼改革什么东西 大家都硬的 只要不要太过分 我说坦白的 你不要太过分 比如说公寓大家都有的 你会被人沾起来比你家的 对吧 那当然很过分 那其他的影响到其他的住户 你连逃生都没办法逃生 不过分不要到离谱 不要到这个 等于说影响到安全 那我们都无所谓 可问题是你今天 你们家又是立法委员 又是副议长 然后弄成一个又高又胖 又大又胖的一个建筑物 而且你还违规使用 本来只能临时建物用在住宅 你还能用来当招待所 你这些行为是不当的 是不对的 是不法的 不法说的是行政法 现在你讲的说 之前说该猜就猜 现在说按照法律规范 好像清妙但是 我跟你讲 他最可恶的地方是 人家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 作来跟社会会一下 不然你也教会一下 为了这个事情造成社会观感不佳 跟大家郑重致歉 有没有 没有 有什么没有 没有 因为你认为这没有错 如果你认为有错的话 为什么没错 跟人教会一下 社会书 社会书 你我说担败的 社会书认为这不对 跟人家会一下就好了 先跟社会大众 道歉一下 多少大家会为贱 对吧 但是因为这样造成社会观感不好 也造成这个 等于说台中市政府的困扰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道歉一下 你若会失败 你若会摆低姿态 我说担败的 台湾人是这样 你若认账 你若认账账 你自己本身对吧 还有灰盖 我们可以原谅你 我讲真的 我们就算了 但他完全没有 他完全没有 他一副好像老行 才才才 刚才好而已 近々说有为贱 该猜就猜 对啊 你是不能有为贱的人 我讲白了 其他的好人 你知道的好人 一般老百姓 他家有起几屏的为贱 对吧 那人又说 算了算了 情有可言算了 你是立法委员呢 你之前是立法委员 现在是立法委员 好专门 你当是政治私家呢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这个制法犯法呢 然后毫无悔改之意啊 对 我跟你说哦 这件事情 未必会宣执到刑法 当然啊 他们家很厉害 到现在去请两个花言人 一南印尼两个花言人 现在都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然后呢 都没有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嘛 对 我们也不过要求你 希望你能够比照 陈柏维 把你这二十几年来 盐宽是怎么发迹 怎么叹息 说清楚 讲明白 这样就好了嘛 既然你是一个好人 既然你是一个 努力拍表的年轻人 既然你的钱 无不可告人的这个收入 那你为什么不肯讲呢 而且 我觉得很奇怪 刚刚讲的 这几天在炒的 那个电动玩具店 对不对 你是帝主 你两块去 租给这个电动玩具的 那个老板 然后警戒而来呢 那么招待所事件 又搞成这样 105码头 你之前在立法院咨询 然后警戒而来 你没做完 你们家家族在表 对不对 然后有的没有 全部都跟你有关 奇怪 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赚钱如此的 多角度的经营 跟多角度的收入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对 在全台湾 好像绝无仅有 对 现在眼眶很面对一些争议 似乎都有点不知所云 那这个招待所 似乎也是被外界逼着拆 他才会去拆 如果外界没有检视 是不是就这样就交代过去呢 这样就呼隆过去呢 问题是知法犯法 这不是非常明显吗 那现在呢 现在是拆除 这个拆除的 这个倒数这个状况 那到底是市府去拆 还是严家自己拆呢 要请教德宇兄了 这块地到底是 最后怎么处理 因为严寡可能回答 都让他觉得 摸不太清楚 到底他在讲些什么 如果说照台中市政府 都发局已经开的 这个限期改善通知书 里面是要求说 他14天内要自行改善 所以要自行拆除 他自己拆 那如果他没拆的话 如果没拆的话 照市府现在的说法是 就后续回到第三类的排拆 但第三类的排拆 目前那也是排拆 不是说市府14天后就去拆 所以说我们这件案件 卢秀燕第一次公开表态的时候 他就说那就依法办理 那如果他不拆 我们会依规来排拆 卢秀燕其实他一开始 他就讲这样子 那所以说今天言官 那显然台中市府 卢秀燕也不急嘛 要排拆啊 他不急啊 因为这个排拆 排拆就是有先后顺序嘛 那如果说以目前 都发局列管的 这个第三类的这个排拆 大概9万多将近10万件 所以这个会排到 这个没完没了 天荒地老 那就是从9万多之后开始排 他会这样子放进去 所以说今天言官横 他也知道说 如果说今天14天到了嘛 14天大概就是10天后 如果他这一间房子 他没有拆持续留在那边 他会持续被打到1月9号 所以他今天 他也是蛮厉害的 先派一个那个工人 工班先去派一个这个拆制 让我们这边有新闻画面 又可以再拖个两天 然后就说 6日的时候 不能来施工 其实我也不太懂 拖到下离开 我不太懂说 为什么6日不好施工 明明就是在你家的这个围墙里面 看是里面 那个违章是哪一些 就该拆就拆嘛 这我觉得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他们是会慢慢拆是不是 我觉得 今天看起来有点东西好像 可以就有些可能还可以利用 避免破坏 对 慢慢拆 而且里面现在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现在那个都法局认定的 这个违建 是指他当初 发给他的这个 箭矢罩的201平方米 他增加了三倍增的 这个500平方米 所以言宽很深 他现在认知是说 那你是政府你告诉我啊 哪边是违建 你清楚的明确的 那个范围跟我讲 我会把那个我来改善 我来拆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争议哦 到底这样子的临时建物 他的这个释法性跟适用性 是指一般 等同于这个公保地的 这个临时建物 可以等到说 政府机关征收 然后继续让他使用 还是要去回到说 我们一般的临时建物 包括这些可能预售屋 这个最多展延 只能展延到七年 不是有个七年吗 对啊 时间也到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说 市政府在这个部分 其实还讲得不清不楚 那言宽很好像 就是要打迷糊 你现在开给我的 那个改善通知处 就是这个500平方米 那我就把这个拆一拆 那其实拆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 还会有争议啦 那市府的解释 看起来是怎么样 是会有利于严加咯 也就是说 就500而已啊 拆掉这500平方公尺 他还有60平左右的 就是他原始的 对他 市府他现在大概 还是认为说 他现在就是继续留有 那个201的这个平方米 但是这件事情 市府认为那可以留哦 他现在的主张是 那个法条适用不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已经跟他争议 已经有提出质疑 一个礼拜包括林静怡 医师也有提 我们其实我们市议员 也跟他提 但是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还会再继续追究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这一件案子 还要回到 为什么当初的那个上限 上限是200平方公尺 可是他合给他201 其实 200就200啊 为什么要201 那当时又很取巧 那个很巧门哦 他这个是四月份的时候 公告的这个新的规范 他二月的时候送件 其实我觉得要还原 当时到底胡志强任内 那时候的这个市政府 他们跟这一块地主 跟这个后面买地的盐家 到底有什么样的 这个暗通款取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要 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是好 所以看起来这当中 还是大有文章哦 也就是盐家 为什么这么的执着 那最原始的 201平方公尺呢 到底是在不舍什么呢 那当初这块地呢 好像也增值了不少 来杰明哥 是不是从2000多 变成1.5亿 也就是说这一栋招待所 即使拆光了 人家是不是也是赚翻了 惊人的财富 那我们先看一下地理位置 其实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接近到四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周围 大概都已经有一定的 容积率跟渐币都出来了 所以附近的地平的价格呢 有人说已经到了 60万我是觉得有点贵啦 大概差不多40万 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以他这块土地的面积呢 大概差不多有 这个2000平方米的话呢 有人估计啦 现在市价呢 大概在600多平 那现在估计的市价呢 大概在1亿4千万 到1亿5千万 那现在你所有的 这土地的征收 都必须按照市价 可是当时买进的价格 大概在2000万左右 对 当初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 这是好问题 那我们找地理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呢 这块这个区块 包括刚时的公园用地呢 公园用地呢 其实这块地呢 都延宕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那么在延期标 在买进这块土地的附近的时候呢 就是这块公园呢 就已经变成是公园了 那这个 这个它前面也有这么一块地 是异地地 那这个现在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鵝山公园 而且据了解也是 这个台中算是蛮棒的 一个鵝山公园 那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是儿童 儿童游乐区的专用用地嘛 已经被征收了 它也是儿童专用用地呢 它没被征收 距离才多远 那可能当时地主就想说 对哦 我已经延宕都没被征收了 隔壁的已经被征收成 这个公园之后 我很可能下个目标 就是要征收我 所以它就征收这块地 所以这个地主呢 就以当时的这个 因为当时的状况 跟现在不一样哦 我要先说明一下 当时是以 这个公告地价加四成 现在是市价 那我们知道公告地价 跟市价差距大概是1比9 就是市场价格 大概是9块钱的话呢 那公告地价就1块钱 差太多了 差很多 那1块钱加四成 等等 当初那个地主 会不会亏大了 对 当初地主说不要卖的话 我现在不就是 增值1.5亿了 有律师是提供建议说 当时是怎么跟他谈的 去看看 去吧 去吧 去吧